德国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不仅是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 大家知道吗 他还会面临着很高的合规风险和承担个人责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PKF Smalltalk的德国频道 我是滕宁 我们都知道在德国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会依法任命一名或多名董事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呢 既可以是股东 也可以是外聘的员工 那么由于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也自然担负着许多的合规义务和个人风险 那么今天呢 我有请到了我的同事周雨昕 来给大家做相关主题的分享 雨昕你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哪些重要的义务是德国总经理必须遵循的 那么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他不仅仅负责呢 公司日常的运营 特别注意的是 他还需要本人对于公司对内对外的法律职责 以及相关义务负有个人责任 比如说在经营中 他需要遵循公司的规章制度 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实现公司的实际目的 在公司成立初期呢 总经理还要遵循商业注册的义务 那么在经营中 总经理呢 还需要遵循相关的商法 税法 确保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进行记账 遵循相关的纳税义务 在担任总经理的期间呢 总经理还需要遵循相关的净业条款 如果公司出现了经营不善 面临着破产的情况 总经理还需要及时的进行破产申请等等 听起来总经理责任真的是非常重大 那你刚刚提到了商法和税法的合规领域 举例是合规记账 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义务吗 有的 有很多义务呢 都是记录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中 比如说 总经理呢 需要确保公司按时的编制年报 并且提交给股东进行批准和确认 总经理呢 还需要确保公司 及时的履行纳税义务 比如说员工的工资税和社保费 同时呢 总经理还要确保按时提交增值税的预申报 以及企业的年度税务申报 那么关于企业年度税务申报 每年的这个期限都会有所不同 可能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 OK 那假如这些义务违反了 会对总经理有什么风险吗 对他个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如果出现了违规的情况 那么公司的股东或者是第三方 比如说法院或者是税务局 将会对总经理追究个人责任 他将会面临着刑罚监禁或者是罚款 在我们连到编制期间 有些公司会出现资本注册金 耗用过半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总经理要做什么呢 当然这个资本金消耗过半的情况呢 是会经常在实践中经常会发生 但是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中规定 总经理呢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来告知股东 这个呢也是总经理 对于公司股东需要履行的义务 OK那谢谢雨昕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财税法方面的专业信息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PKF中文网站 和参加我们PKF的中文讲座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